大城新北環撞县乘客行走在轨道上 宛如大行军花蓮七点二强震 造成全线停驶 乘客只好下车步行 转成其他交通工具 当下有不少民众目击摇晃瞬间 惊吓连连 有点晃晃晃晃晃 蛮晃的 然后就蛮摇的 我看到我正前方那个也是蛮摇的 我不知道是变成是这种的画面 有听到很大声碰 不知道是那个捷运还是什么东西 就只有听到很大声 然后外面这机车的全部都往上看 综合高架路段 板新站和中原站之间 一段桥梁被震到错位 目测大约50公分 就连排水管也明显拉了一大截 警方在附近拉起封锁线 让新北捷运局 捷运公司与结构技师到场勘查 初步了解没有立即性危险 先临时固定 不要让那个桥继续在变位 主桥是没有坏的 那个上面那一只大梁是没有坏的 我们现在要换的是那个底下的支撑 防坠落板板 地人有再度的伤害 这一段比较严重的 立即启动 我们的修复 希望在最快的时间 在安全无垠 把它修复完毕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地震发生当下 有六辆列车行驶中 1300人搭乘 包含在月台等候的共3000人 其中警安占有列车脱轨 两名乘客在疏散过程中 行为骨折和插伤 只不过错位较严重的板心道桥河段 要修复错位的状况 恐怕还要一个月 除针对全线15公里轨道检修外 工作人员连夜赶工 针对严重的板心道桥河段 全力抢修 希望能尽早恢复铜车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